张汉大学城拍戏银粉丝围观,高温天穿西装啃面包热的荒 张汉大学城拍戏银粉丝围观,高温天穿西装啃面包热的荒 近日,张汉现身上海大学城拍摄新剧《海洋之城》 拍摄场地早早就被文讯赶来的大学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正直初夏时节 上海的太阳不容巧去,周围市民都已经换上了短袖热裤 唯独张汉西装三件套穿的笔挺,在大热天下啃面包拍戏 与他搭戏的女演员也穿着跑头毛衣,看着都热啊 然而两位演员都十分专业,依旧感情饱满地对着戏 虽然穿着西装三件套,但张汉这次饰演的角色可不是霸道总裁了 而是一艘超级油轮上的大富,四舍五入就约等于海洋上的霸道总裁吧 免则声明,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 只知道郑爽的绯闻男友是张汉,而不知道还有他跟他,是不是有点 其实一提到郑爽,就必须少不了那个被标榜的绯闻男友张汉 但是话说,要是只知道郑爽的绯闻男友是张汉,而不知道其实还有他和他,是不是有点那啥 不管那啥不那啥,或许关注小爽的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 但是要是作为小爽的铁粉还不知道的话,你可就有点真的说不去了啊 不过不管你知道不知道,看过小编这篇文章之后,你就会知道的一清二楚了 来,快赶紧我的脚步往下走 今天闲来没事,小编看了一眼郑爽小姐姐的微博 发现他原来的微博签名还是比较有个性的 鲜明味烟花不会让人懂得,他化作的的尘埃是怎样的温暖 他宁可留下一个冰冷的幻想,一个破碎 如果你哀伤,你可以为他悼念,却无法改变他的坚持 小编能不能说,小编从这句话中解读到的意思就是 不管别人在别人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也不管别人是怎样认为,有怎样说法的,都不用过多的解释什么 只需要做好自己,做自己专注做自己认为对的应该做的事情以及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好 想必大家都是在一起来看流星雨中信后正爽的,最初他跟张汉也因为这部剧走在了一起 他们不仅要做剧中的情侣,还要上演生活版的电视剧情侣 但是后来他俩并没有走到一起 再后来,他就集中精力投身于演艺事业,满满地把对张汉的感情给淡化了 再后来,他就遇到了胡彦斌,俩人在一起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 但是大家似乎并不看好他们俩这段恋情 因为大家总觉得美女与帅哥才般配呢 所以,大家觉得胡彦斌不是小爽男朋友的人设 大家一致认为爽妹子身边应该是一位长腿欧巴 后来两人分手了,可是看到有网友说 最近从郑爽更新的微博状态中发现一个神秘的影子 这个影子是太阳镜中的 直尺中是包不住火的,也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更没有狗仔拍不到的信息 反正一个知名人物,无论什么事 只要一个不注意就会被走漏风声 其实这说起来也挺令人苦恼的 有人说镜子中的身影很像马天宇 还多次拍到他俩一同进出的画面 以及两人曾同住一家酒店 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小编知道你们也很想迫不及待的知道呢? 即使小编跟你们一样呢? 好了,他生活中的感情我们先放一放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跟罗晋搭档出演的《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吧 想必大家现在也在追这部剧吧 对于这部剧又有好多的流行话语出来了 比如,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 情若相卷,不语也怜惜 还比如,如果你要靠别人的鼓励才能发光 你最多算个电灯泡 你必须成为发动机 做别人发光的核心 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去影响所有的人 再比如,人生最好的三个词 久别重逢,失而复得,虚惊一场,等等等等 小编就不再一一罗裂了 希望都能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就像《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李李慕姿与张长弓那样 即便家里人不同意 只要是我们自己认定的那个人 我们就可以发起主动攻势 不能做一个被动的社会主义者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还有喜欢小编文章的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与评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